这些花花已经开拜了,不能吃饭 嗯,好香啊,大家好,我是羊羊,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保存槐花的方法,大家在选槐花或者摘槐花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没有完全开放的槐花,因为像这些完全开放的槐花,蜜蜂会把它里面的蜜给它踩走,像这些没有完全开放的槐花吃起来是最好吃的,现在先把这些槐花给它摘一下 第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刚摘好的槐花不要洗,直接用袋子装起来,洗出里面的空气,放冰箱里面保存,剩下的这些我们拿去焯水,把水烧开倒入槐花,烫至变颜色关火,然后把它捞出来,倒入冷水中过一下冷水, 洗出里面的水,最后把槐花放在阴凉处晾干,等想吃的时候泡水以后就可以吃了 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保存方法,欢迎评论留言,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